筹备两年多,中研院民主所和光复马太安部落合作举办的新系马太安共作展开幕 第一个周末,吸引了不少游客民众来争夺的文物 其中末代头目和有科的大礼罐盘帽及长袍 却与现代所见头目的穿着有一些不同 头目的后代掌声何德信他亲自导览解说 更乐于分享祖先的文物故事 每年的8月份,阿美族部落一离姓都可见部落头目或祭司身穿红色长袍 偷戴大礼帽罐,主持部落碎石记忆 然而你见过身穿藏青色的头目长袍吗? 这件藏青色长袍是光复乡马太安末代阿弗洛爱和有科头目的服饰 在中研院民主所博物馆增长保存60多年 这一次借着马太安部落共作展首度返回家乡展出 阿弗洛爱和有科头目的后代长孙何信德 为景致此展出 更亲自当导览解说 分享祖父的文物故事 最后一个萨巴仁奥,萨巴仁奥我们以前叫做应该是部落的领袖 部落的总祭司,总祭司,他什么祭司都会 他如果小一点的祭司,像以前年轻人的成年礼 他穿这个小礼帽,带小礼帽,穿那个紫色的衣服 不是红色,小祭典它是深紫色 何信德说到,部落领袖的大礼罐盘帽,竟在部落重要祭宜时穿戴 其余生活碎时祭宜,则以长青色长袍为主 孙子啦,祖孙 阿公 有看过他这样戴这个大礼帽 有戴,有看过 那时候他是在做什么 大部分做大祭司的时候,他戴这个大礼帽 那个小一点的祭司,他戴那个小礼帽 大礼帽跟小礼帽 他穿这大的祭司,所谓的大祭司是风年祭啦 球鱼祭啦 还有这些比较大的仪式,他会穿这个 还有大的那个会议,部落会议的话 他也穿这个帽子,更穿红袍 随着民族意识的抬头 马太安部落头目特有的大礼贯盘帽 也取得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 民族珍贵 也成为这一次新系法的案共作展中的镇展之宝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哪一带都可以打开我 对表面给你打开我 再往迹桥